目前啊在這市場上 每一個賣擷取卡的廠商都宣稱他的擷取卡都是4K的 哎呀像比如說像這一隻大陸的這個 號稱是4K的擷取卡 然後呢你最常看到這個很便宜的在淘寶上面看一支100塊 台幣 或者是人民幣25塊的這個也宣稱他是4K的 然後這是國內的某品牌大廠他也是4K的 這是我們公司最近出來的這個 FEBON的179 plus HDI擷取卡我們也是號稱是4K的 這個擷取卡價錢啊價錢的落差非常大 有的是台幣100塊有的是台幣500塊 有的是人民幣25塊有的是人民幣200塊 哇這個價錢 差異非常的大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你買的擷取卡到底是4K的 所謂的4K他是指說他可以吃4K的 畫質 但是他沒有講後話 後話是說他出來就只有1080P 那這個他也號稱的是4K的 比如說你像看這種是人民幣25塊的這一種 擷取卡他上面敢打4K的 大部分都是 吃4K進來吐出來只有1080P 他就講這是4K擷取卡 還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是說 這個擷取卡你要特別注意他的相容度問題 比如說 你的擷取卡買到了 你預期可以接iPad 比如說你今天要做一個演講的一個直播 說你要在iPad上面播放一個投影片 也許 奇怪為什麼就不能接iPad 很多啊 像這支 國內的這支大廠做出來的4K擷取卡 他就沒辦法接iPad 還有啊 你可能要接一支導播機 這個是一個Anton mini導播機 你發現說奇怪怎麼接上去 他明明是1080P的 可是為什麼沒有畫面 比如說像 這兩隻就是這樣子 所以啊這個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討論的就是 HDMI相濃度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我要討論的是說 是不是你的擷取卡都可以在 任何的作業系統使用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台是Windows 10 這一定沒有問題的 我敢說目前市場上面的擷取卡 一定都可以針對Windows 10 那可不可以在 Mac的M1的這個晶片使用啊 可不可以 那可不可以在那個樹莓派使用啊 這是第二點我們要討論的這個相濃度問題 好啦我們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還是先 教大家 如何分辨 假的這個4K的擷取卡 反正你看到外型長的這個樣子 然後價錢又覺得很奇怪的低 好那你就懷疑他啊我教你怎麼測試 將你的這個擷取卡的USB 連接到你的電腦上面去 這時候呢請你去下載一個軟體 這個叫做AMCAP的這個軟體 請就打開這個AMCAP這邊 然後去抓 這邊有個 我剛才有插入嘛這叫USB這一支 這時候呢將你的 因為我包有4K的來源嘛 我手上沒有4K的來源 所以我就用這Sony的這個1080P出來的 這個攝影機 然後呢連接到這一個 1080P轉4K的轉換盒 反正啦你就將所有的訊號給他之後 他輸出就會自動升成10 升成4K給你 那我們只是做實驗而已好 那把這個攝影機先接起來 然後呢出來這邊就是一個 一個模擬出來一個4K的畫面我們把他接到這HDI 印的地方 輸入是1080P輸出是4K20幀 所以我真的表示說 我這邊的輸入輸出到這邊是 4K的畫面好我們來檢查一些參數給你看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這邊哦你先選這邊 這邊有個選擇在video capture pin這邊 你看哦他這邊有一個YUV的地方你選一下 他這邊就你看他最高就到多少 1920這邊最高就1080 他的每秒就5張而已 但是如果你選Motion JPEG的話他可以到60幀 你看這邊有沒有他最高的選擇就有到這樣子 所以啊這個就是 這就是標準的假4K捷群卡 同理可戰啊你測試這一支也是一樣啊 因為這裡面的鏡面都一樣都是來自於那個合肥的紅金 電微電子 合肥macrosilicon這家公司做出來的 他的鏡面都是ms2109 的這個系列的這個IC做出來 ms2109的IC啊 他做出來是長這樣子 長這樣子就是單錄的 這叫單錄的這個都很便宜 那這個有帶有這個HDI輸出的這一種他可能就 他不是叫ms2109但是就是ms2109的相關系列的IC就對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我們接下來測試我們家的febom 179plus 4K的擷取卡 那他的外殼是長這樣子的哦 然後這邊是他的USB輸出 HDMI IN HDI OUT 我們要實際測試一下 一樣到底把他接到電腦 然後將這個 模擬出來的這個升上去的這個4K畫面接到HDMI IN的地方 然後打開電腦的那個AM CAP 好他這邊有書寫4K 4K30幀看到了就這邊 再打開這個 AM CAP這邊有個Option Capture King 你可以看得到這邊有個選項 YUB 有個叫NV12這邊 然後呢去抓他一個叫做 3840x2160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這個選項這個就是4K的選項 按確認 可是你會發現他沒有畫面 是因為這個AM CAP軟體他沒有辦法 展示這麼高的解析度 沒關係我用OBS測試給你看 這是OBS打開來 然後再新增視訊裝置 然後去抓剛剛那一隻4K這一隻 然後去選 自訂 然後那邊選3840x2160 然後這邊選NV12 我看確定是有畫面的 好你現在看畫面就是 4K30的畫面出來 好那我們的捷取卡的特徵就是說 你不用管4K 60還是4K30啊因為我們這一代已經跟上一代有改良過了 上一代我們出來的是說 你要出來是4K30 你必須要限制你的 輸入必須要4K30 現在不用了 我不管你輸入是4K30還是4K60 反正都可以輸出4K30 這樣對使用者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方便的 你不用再在意說你的 輸入也是4K30還是4K60 反正啦你假如4K丟進去啦 你要確定是4K丟進去 出來一定有4K啦 就這樣想就對了 通常啊 你看到這種四四方方的這一種捷取卡 這一種 都是假的 他這種黑黑的這種的 或者是他的外觀是這樣子但是他有稍微噴漆 噴成綠色紅色彩虹色 反正外觀大概就長這樣子大家不就試了啦 你可以在很多的淘寶啊或者是在這個台灣的PC 24小時 你去搜尋相關捷取卡 你就可以看得到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就對了 接下來我們要分享的是說HDMI相濃度的問題 比如說你今天要做一場直播 他是要將iPad的畫面抓下來 然後跟你的大頭照是 子母畫面這樣子的 很抱歉 國內的這家品牌廠商的這個擷取卡 是吃不到iPad的畫面 我來表演是給你看一下 這是iPad 這是iPad的原廠的配件 接上來 然後將這個HDMI就是這個iPad的這個HDMI 畫面接到這支擷取卡上面 好那我們打開一樣是打開這個AMCAP給你看一下 好看抓到這一支了嘛對不對 你看 他說出現什麼畫面 HDCP保護有沒有看到HDC保護的畫面 這很辣悶啊為什麼這個明明這個iPad的這個畫面沒有HDCP的畫面 為什麼還要寫那個畫面還寫那個錯誤訊息 這個就有問題了 這是我們公司的擷取卡4k Fable179plus的HDMI擷取卡 這樣子我們打開一下AMCAP就知道了 抓到畫面了這樣子 你抓到畫面吧 來你看 所以啊 你今天要買擷取卡還要注意到相濃度問題 那當然哪還有這個 比如說你的導播機是 這個antam mini pro 那你要特別小心啊 像有一些擷取卡還是吃不了antam mini pro的HDMI輸出 比如說這一支我們該講的這支假的這個4k的 HDMI擷取卡 那他是無法吃這個antam mini pro的HDMI畫面 你看這邊是沒有畫面的 這邊都沒有畫面 那如果換上我們家擷取卡是不一樣的 你看這邊就有畫面 這個ipad pro接到這個導播機上面 這樣畫面就有了 這樣子 那除了multi view之外還有這個pGM 這樣子沒有問題的 都可以使用 好接下來我們要測試這個4k的播放器 我用的這個是個Panasonic的4k 藍光播放器 然後我要透過這一個擷取卡進去看可不可以真的抓到4k 那我先教你大家怎麼做 首先將機器把插上去之後 換成這個 4k的來源 就是這支播放器 這個播放器 然後我們現在到這個電腦OBS 實際演練一次給你看 打開電腦的OBS 開始 好請你看到這邊哦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請你先去抓這個1080p 這樣子 然後你看到確定有畫面的時候你可以試著先調整這個 3840x2160 然後這邊這個 分類要選一下最高 好所以現在看到畫面就是這樣子 就是4k的畫面 是有聲音的 現在看到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我們開始介紹是這一支我們公司的4k的檢舉卡 他可以吃得到這個 Sony南光的DVD的畫面 讓我們來換一下這個 國內品牌的這個4k的檢舉卡看可不可以吃得到 你要到底我把這個給拔掉 接上去 HDI來源給插上去 好我們再到電腦OBS 好去抓這支4k的檢舉卡 好這支有沒有看到這個 好那一樣是我們先抓 這個1080p 你看出來這個畫面 一樣 所以基本上啊你買到很多買到擷取卡 你要很非常非常要考慮到這個是HDMI的相容度問題 以我們剛才講這一支國內的這一支來說 他遇到有兩件事情的HDMI相容度問題 第一件事情就是iPad他無法吃到 第二件事情就是這個 4k的播放器無法吃到 那你可能不知道哪個場合會用到這個iPad 當成這個播放這個 簡報 powerpoint 還是播放一個影片啊 這樣的應用你可能就要三思一下 有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 第二個待遇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 UVC的相容的問題 剛剛我們介紹說在這個Windows 10都沒有問題 好我們現在介紹的是在這個 Mac上面使用 我們公司的這一支 FEMON 179的這個擷取卡 他可以在這個Mac 的 M1的晶片使用 那我雖然沒有拿來機器 但是我偷偷的到了這個蘋果的展示台那邊 是錄了一段影片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可以成功由這個quittime player把它 這個播放出來表示說 這支擷取卡是相容於Mac M1的 接下來我們要測試的是在這個 树莓派的使用 我們這支FEMON 179捷取卡是可以在這個树莓派使用 相容度是沒有問題 可能聲音會有點小問題啊 那我猜那個可能是 我那個树莓派那個軟體的問題 那應該可以 解決的掉這個聲音的問題 這個是树莓派USB3.0的版本 我等下要 將這個Sony的攝影機 透過這個 轉換器升成4K之後 然後有此張 Fable 179plus捷取卡 然後呢在树莓派上面抓到4K的畫面 然後我們先將這一個電源給插入 還有螢幕給插上去 我們將滑鼠給插上去 將擷取卡插入這個 4K的這個洞 然後呢視訊接到擷取卡的HDI IN 這樣子 然後我們到這個树莓派去做一些 設定 打開這個APP 好現在看到畫面 這個畫面還蠻順暢的 但是因為他是那個不是4K的畫面 看 很順暢 那我們現在打開4K的畫面給你看 這邊可以設定成4K 好像是4K的畫面 所以你會覺得畫面會很頓 因為樹莓派的那個CPU太慢了所以 如果是抓4K的畫面的話 畫面會沒那麼流暢 但是確定是可以抓得到4K的畫面 所以我回到總結啊 你今天要買這個4K的擷取卡 你要面對到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買的4K擷取卡是真的還假的 不要被騙哦 有一些都只是說 他是4K擷取卡 他是只有說 輸入是4K擷取卡 輸出還是1080p 他也可以標準是4K擷取卡 這個他沒有騙你啊 4K就是4KHDI輸入啊 他沒有騙你啊 第二件事情你要特別注意的是說 HDMI的相濃度問題 比如說你今天iPad的畫面可不可以吃得到 iPad當 播放個投影片你吃得到嗎 好這要特別注意 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最好是 你的廠商要實際測試過 他到底可不可以在Windows 10 在Mac的M1晶片使用 或者在樹莓派使用 這個都要實際測試過 這樣才不會有一些買賣的糾紛 那我們公司賣的這個擷取卡 我有實際測試過我才敢講 這樣子 那我賣的是個保證啦 就是不會有模擬兩可的規格 4.1就是1 4.2就是2 不會有模擬兩可 我上面說的規格就是保證可以發生的 那我可以看得到